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一生水 成玉一愣 脸色立即阴沉了下来 一定要尽前三 当着我的面也敢说这种话 原本还打算多陪你玩一会儿 看来你是不需要了 梅师妹 那就快点动手吧 天色不早了 后面的师兄弟们还等着比试呢 她的话里带着丝丝冰冷之意 何彦荣听得眉头一皱 有些警惕起来 梅东尔点头说道 师兄 小心了 她的宝剑 无起剑花 隔空刺去 剑芒有如蛇信子一般吞吐不停 摇摇点下 成玉冷笑一声 单手一挥 轻飘飘的动作下 就浮现出数十道掌影 将那些剑芒凭空的震碎 她整个人大笑一声说道 梅师妹 这是在跳舞吗 她整个人灵巧地从空中席落而下 拳风鼓动瞬间轰出了数十拳 每一下都凝出拳影砸在对方的长剑上 不断轰出坑枪之声 竟然将梅东尔的每一剑都压了下去 还被放出剑芒就直接震回 众人都看得心惊不已 这要多强的眼力和控制才能做到啊 这小子显然是在卖弄 但是他有这个资本 整整高出三星的定界修为 让他根本就蔑视一切 完全没有将梅东尔放在一个等级上 抱着猫捉老鼠的心态尽情细耍 梅东尔脸色未变 但并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这些都在他的预料之内 只不过每次长剑还未刺出 就被距离挣了回来 让他直落下风 大感被动 何彦荣也看得直皱眉头 却也没什么好办法 修为上的差距被人家死死的压制着 成玉尽情的卖弄了一番 觉得转足了眼球 大笑树生后双拳一并 结成一个古怪的手印压了下来 如同山岳飞至翻江倒海 覆盖整个擂台的巨大攻击 轰然落下 梅师妹 你不是要打败我进前三的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厉害的手段使出来 可不要一直让着师兄啊 哈哈哈哈 梅东尔一惊 感觉整个空间都被挤压了下来 他的身体在这双拳之下几乎都要变形了 纪林吃笑一声说道 贵派的鄙视的确很精彩呀 堪比耍猴 李峰宇也证为道 这成玉太过心高气傲 太狂妄自大了 先前的攻击完全是带有息息的成分 现在更是动用如此大范围的无差别攻击 完全是无视对手的愚蠢心境 此人实力天赋不错 但是心智尚欠成熟 李云霄也是眼中闪过一丝怒涩 轻哼一声 眉心当中天目一开 一丝太古刚风之力轻轻闪过 擂台上骤然发出一道极其刺耳的割裂之声 成玉那如山岳般的拳崖突然间好像被割裂开来 就如同一个气囊 瞬间被捅破了 怎么回事 成玉一惊 感觉全身的静气都突然泄掉了 一下子露出全身的空档 甚至都有些凌空不稳 要坠落下去 咦 这是怎么回事 观赏台上众人都是眉头一皱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异样 张灵华的目光从擂台上移了下来 在四周的人群当中逐一扫过 吕长老身后的那黄山中年男子 则是瞳孔中隐隐地浮现出一丝利色 怒视着李云霄 梅东尔则是大喜 手中长剑绽放出璀璨的天然色的光芒 整个人都化作水蓝色 远远望去长剑上水光涌动 正是他的绝迹 水冰掌 直接以剑为掌 整个人人间合一 瞬间就朝成玉击去 虽然他不知道对方怎么会突然气力一泻千里 但此刻绝对是最佳的机会 务求一击必胜 成玉看到那飞驰而来的剑王吓了一跳 急忙几个硬爵浮现在手中 在周身幻化出一件战甲来 刚刚显形 剑王就斩了上来 长剑刺在战甲的外放的凝形上 毫无阻碍的就刺穿而过 直接正在铠甲本身发出剧烈的金属撞击声 梅东尔心中意紧 没想到成玉竟然还有战衣在身 取胜的机会只有这一刹那 错过便是悔恨 他也顾不得吝惜这把跟随了自己多年的宝剑 将全部力量灌入其中咬牙刺了上去 咔 终于传来一声军裂 成玉身上的战甲开始以剑尖为中心 如同猪网一样扩散军裂开来 我的战甲 成玉惊怒得大吼一声 整个人发狂似的将气静从身上爆发出来 那战甲更是轰然碎裂 化作一道道的禁风朝着梅东尔射去 梅东尔手中的长剑也在震碎对方的铠甲之后灵气大失 他急忙收回剑尸 在周身舞动起来 将那些铠甲碎片一一震落 发出接连不断的清脆声响 成玉的双目当中爆射出滔天的怒火来 那铠甲虽然只有五接 但可是花费了他巨大的财富才购买的 一直爱惜无比 都鲜有人知 更何况刚才那一击更加是心灵上的蒙羞 让他暴怒无比 一缓过气来 就大吼一声冲了下来 死 梅东尔正飞一连串的铠甲碎片 看到成玉攻击而下 也不退不避再次长剑刺出 你的一只光也在我面前白显 成玉大喝一声 双拳直接震在对方的长剑上 砰的一声 宝剑折断 全劲一下失去了依托 消散大半 但还是有部分直接破空而上 将梅东尔远远的震开 哼 我乃是九星无踪 无论你施展出什么阴谋诡计来 都绝无可能跨越这三星的巨大鸿沟 成玉一招得手 再也顾不得风度 现在只想尽快地将梅东尔击败 给自己挽回面子 他缓缓地凌空而起 右手高高地抬起来 食指上闪烁着一片金芒 四周的元气 以他手指为中心 出现了一道道的漩涡 汇聚而上 好像在那一点指令下 空间都为之震颤起来 那是 何燕荣一惊 朝着身侧一名长老 惊入道 道清一指 你竟然将这种霸道的武技 都传给了他 身侧那名长老一身 黑色的锦衣长袍 面露得意之色 何长老 怎么如此惊慌 以成欲的修为天赋 难道学不得吗 以他九星五宗之力 施展出来这一招来 足以无限接近五皇 当然 梅东尔是何长老的高徒 肯定也学了不少了不起的功夫 自然是不用怕的 他得意非凡 忍不住大笑起来 何燕荣的脸色阴沉的 要滴出水来 狠狠地盯着他 恨不能上去扇他几个耳光 那长老大笑一阵后 也自觉的不妥 更多的是被何燕荣的目光射住了 额头微微渗出冷汗来 得罪了这个老巫婆 搞不好什么时候 就偷偷地来打你一顿 他可不是这老巫婆的对手 就自然而然地闭嘴了 但脸上得意的神情 却是丝毫不减 李峰宇叹息道 这一招之力 已经达到了一心五皇的程度了 那个小妮子是断然接不下来的 可惜了 张灵华也回应道 不错 这两个人都是可造之才 表现都让我很满意 梅东尔在那一指的威压之下 也感到了一种无力的心计 仿若那一指就将是终结一切的存在 点下之后 所有的一切都将结束 刚才在成玉的一拳之下 虽然宝剑折损 但却并没有受什么伤 只是这回在那指力的威压之下 却觉得提不起战意来了 这就要输了吗 梅东尔苦涩地笑了一下 相差三心的修为 的确是难以跨越的鸿沟 与前三无缘了 那自己答应过他的事 也就办不到了 梅东尔脸上闪过一抹落寞 微微回头 看了擂台下那人一眼 李云霄却望着他 眼中含笑 满是鼓励之色 梅东尔突然间浑身一震 脑海当中心念电转 猛然间想起那晚在客栈 对方映入自己脑海中的那招 惊天长法 柔情似水 他猛地收敛心神 将所有负面情绪一扫而空 开始细细回忆起脑海中 那个伟岸的身影 每一个动作都至善至柔 那人好像就是水之本源的化身 一举一动之下 都蕴含那无上天道 梅东尔的身体 不自觉地开始 模仿起脑海中的那个身影 骑手是 至柔 性刚 如小溪涓涓 弯曲柔弱 却可穿石开山 何彦蓉 瞳孔皱缩 骤然地看着梅东尔身上的变化 此刻 他周身浮现出一道道的水汽迷蒙 整个人置身在一片淡蓝色里 竟然看不清模样 而那一招仪式当中所蕴含的武艺 他竟然看不懂 何长老 张灵华突然开口问道 梅东尔这招是什么武技 可是你传手给他的 何彦蓉心中一紧 突然发现所有人都望着他 包括商会的纪灵和方天鹤 这个时候 自然不能说不知道 只好硬着头皮回答道 正是 那日在藏经阁内 发现了一套无名的水汽武技 威力极大 就顺带传给东尔了 哦 张灵华轻移了一声 便不再吭声 但双眸当中的凝重之色 却是越来越盛 盯着梅东尔的身影 眨也不眨 不仅是他 李峰宇也同样面色绷紧 听何彦蓉如此说法 那定然是以前 北歇宗留下的惊人武技了 他们两派都是北歇宗传下来的 在一些遗迹或者典籍里 发现武技 也是平常之事 但此刻梅东尔施展出来的 显然不会是那样简单 就连成玉的师傅 也发现了不对 眼中闪过骇然之色 怒视着何彦蓉 内心狂骂不已 这个死三把 真他妈的会装 我先识别说了 我先识别说了 我先识别说了